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来看反矩阵的性质 如果A是一个可逆矩阵 那N为一个正整数 K为一个非0的实数 那我们有三个性质 第一个 A的反矩阵是可逆矩阵 而且A的反矩阵的反矩阵 会回到原本的A矩阵 第二个 一个K为非0的实数 乘上我们矩阵A 相乘之后它的反矩阵 就会等于K分之一 乘上A的反矩阵 第三个 A的N次方 是可逆矩阵 而且A的负N次方 可以写成A的N次的负1次方 就是利用到指数 指数率 还记得吗 指数 就是相乘 所以可以看着 A的N次方的负1次方 好 那又可以换位置 也就是 A的负1次方的N次方 好 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底下的例题 反矩阵的性质 好 利用矩阵A等于1234 那其反矩阵呢 为-2 1 2分之3 -2分之1 那要我们找出 2分之1 1 2分之3 2的 反矩阵 是多少 好 好 那我们稍微观察一下 其实哦 诶 题目要问我们的 1 2分之1 1 2分之3 2 这个矩阵呢 跟我们矩阵A 有什么关系 不就是矩阵A的 2分之1倍吗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2分之1倍的矩阵A 的反矩阵 好 那2分之1A的反矩阵的话 2分之1 我又可以怎样 提出去 变成 2乘上A的 负1次方 好 跟正 就2乘上A的 反矩阵 好 那A的反矩阵是多少 就是 负2 1 2分之3 负2分之1 最后 我再把我的2 乘进去就答案了 就会是 负4 2 3 负1 OK